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直擊粵港澳大灣區特別報導 我是陳文玥 以前你可能有聽說過東京灣區 舊金山灣區或者是紐約灣區 這些因為地理位置而成的經濟產業區塊 而現在離我們最近的中國大陸 也要來拼彎道超車了 四年前他們推出的粵港澳大灣區 現在已經正在急速的發展當中 所謂的粵港澳大灣區顧名思義 就是包含了這個地圖看到的 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還有廣東省九個相邻的城市 串聯整個經濟體 而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統計部門的最新資料顯示 在2022年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 是已經超過了人民幣13兆 相當於新台幣56兆 這個數字不僅是已經超越了南韓 更是新加坡的四倍 跟著我們採訪團隊腳步 深入灣區帶您來一探究竟 從香港大雨山到澳門半島 再到廣東省珠海市 橫跨海路一路綿延的珠港澳大橋 在2018年10月正式啟用 而隨著大橋的落成 三地政府也接著進入下一個合作篇章 粵港澳大灣區正式啟動 廣東省九個相林城市包含了廣州 深圳一線城市與珠海 佛山 東莞 中山 江門 惠州 還有趙慶七個地級市 再加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組成粵港澳大灣區 這也是繼一帶一路之後 中國大陸最熱騰騰的國家戰略 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重大歷史機遇 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 總面積超過5.6萬平方公里 眼光瞄準 灣區經濟由習近平親自規劃 部署推動全方位積極布局 在2019年2月18號正式敲定 公布長達50多頁11張節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中國大陸寄望避兼美日 打造全球第四大灣區 同時將香港 澳門 廣州 深圳 設定為發展核心引擎 帶動整個大灣區的經濟發展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 就是灣區之星南沙 南沙它的地理位置 就在整個大灣區的解合中心點 100公里內是涵蓋了廣州 深圳 香港 澳門 等等11層以及5大的國際機場 放眼望過去 原本是小漁村的南沙 現在很多建設大樓交通等等 都已經開始做起來了 身處大灣區的C位 國際航運輸牛發展也是重中之重 來到廣州南沙港區 這裡打造20個10萬噸級以上的 集裝箱博會 以全自動化模式投入運行 2022年累積完成集裝箱吞吐量 高達1839萬20尺標準貨櫃 比前一年同期增長了4.2% 其中外貿就累積了超過833萬標準箱 成了廣州港 擠升全球吞吐量第五的一大助力 看準南沙優勢 日本汽車大廠豐田 也將境外最大的生產基地設在這裡 算一算 南沙引進世界500強企業的投資項目 也已經超過了241個 中科宇航首個商業航天火箭產業基地 同樣選在南沙運營 而看準半導體的發展前景 總投資將近162億人民幣 在南沙打造的芯片一條街也逐漸成形 而這個地理位置的優勢也顯示在經濟的數字層面 看到了南沙在過去一年的GDP是達到了1兆0136億 增長了4.2% 這個增速可以說是全是第一 好 那如果我們把範圍拉大一些 看到了整個廣州市 去年2022年的GDP更是將近13兆 把範圍再擴大 根據粤港澳統計部門 2022年整個粤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 是已經超過了人民幣13兆 相當於新台幣56兆 短短5年增長超過12兆台幣 把大灣區跟全球經濟體比一比 不只是已經超過了韓國 更是新加坡的4倍 盤點獨角獸企業已經高達51家 佔了全中國大陸1 6分之1 也是全球的1 20分之1 產業已經相當多元化 而且有一定的基礎 然後在一國之內兩制之間 這個聯動協同效應也是很明顯 盤點全球四大灣區 除了粤港澳大灣區 美國的舊金山灣區 則為全球科技產業的發源地 儘管整個灣區面積 僅有1.8萬平方公里 在榜世界500強企業也只有10家 然而包含了蘋果 Google 清一色都是重磅級企業 同樣在美國 另一個灣區則是以紐約為首 涵蓋周邊25郡 以金融 地產 醫療保險為主 素有金融灣區支撐 而面積最小 但世界級企業最多的東京灣區 則是以汽車業為中心 龍頭企業就有豐田汽車 還有本田汽車 而以年資而言 僅確立四年多的 粤港澳大灣區 算是灣區中最財的 粤港澳 怎麼去讓 尤其在一國兩制底下 尤其又經過香港國安法 讓香港跟澳門更 可以跟內地融合是粤港澳最主要的目標 香港這幾年過來 可以看到它越來越中國化 包含它推出的政策都是面向一帶一路的投資 會計的服務或者律師的服務 或是資金的服務 所以它越來越跟國際上面的資金鏈接 有點脫鉤了 是單純經濟跨區整合 還是有更多考量 把時間拉長來看 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革命 粤港澳大灣區這概念 就首次在2015年被提出 2017年3月兩會 大灣區再度出現在國家政府報告中 最終這一項計劃 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22年之際 正式確立 結合保有一國兩制 特殊性的香港 推行加強交通經濟融合的灣區計劃 也讓粤港澳大灣區 戰略意義再偏想像 社會裡面有不同的看這個事情的人 有不同的看這個跟內地的關係的人 香港人始終是比較小 內地過來香港的人很多 所以對於香港整體的一種氣氛 也有一點影響 也有一部分人是比較抗拒 就是有一點同化的恐懼吧 過去當然又是很簡單 它是一個轉口貿易的節點上 它又有非常好的一個制度在 非常透明開放 政府又有連結等等的 再加上它的 再加上還有利用中國大陸發展經濟的同時的時候 搭上了這班車 這樣子它成功了 那未來它要怎麼辦呢 中國大陸在轉型 大灣區在發展 它要怎麼去做一個結合 在資本上就是說怎麼去差異化 結合港澳優勢 打造面向世界的平台 從經濟發展到戰略風箏 中國大陸緊握籌碼 不只要力拼彎道超車 沒說的細節也是關鍵 TVB的新聞 陳世毅 陳文岳 在大灣區的採訪報導 而想要加速整個大灣區的成形 交通的便利性呢 就是一大重點了 以重大建設呢 讓圈內可以更加快速的通行 我現在所正在的位置呢 就是越港澳大灣區的地圖了 以前呢 從廣州到香港 還有澳門3D的距離呢 都要好幾個小時以上 那麼有了現在畫面中的 這個廣深港高鐵 讓原先從廣州到香港 要三個小時的路程 縮短到了一個小時以內 就可以抵達 那麼目前大灣區 是已經建立出了 一小時的生活圈 除了剛剛提到的高鐵 看到了還有串聯香港 珠海以及澳門3D交通的 跨海大橋 這些重大建設呢 都讓行程時間大大縮短 要行程越港澳生活圈 我們看到呢 最重要就是它的交通建設了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呢 是廣州南站 以往呢 從這邊廣州到香港的話 大約是要花費兩到三小時 甚至更長的時間 那如果搭乘高鐵的話 要多久呢 一起來實測一下 先用手機填寫好健康聲明 刷條碼過第一關之後 再排隊過安檢 掃描證件 進到車站裡頭 按照月台編號 最後核對手機裡的車票無誤 看準時間就能準備上廣深港高鐵 線路始於廣州南站 全長約140公里 除了原先的站點 疫情尾聲全面開放的同時 再另外加開五大站點 最高營運時速 可以到達310公里 終點就是香港西九龍站 現在時間呢 是6點44分 那距離我們剛才來的時候 這個整個車程是總共花費了47分鐘 那麼加上前面進站 以及等一下出站時間 差不多是一個小時左右 可以看得出來 經理原本時間還要快非常多 雖然還是得要加上前後通關時間 但是一日生活圈 已經縮短到一小時生活圈 從香港與這些沿途城市 以高鐵串成一線 形成更加緊密的經濟圈經濟帶 除了加大成績鐵路的鋪設 重大跨境基礎設施 還不只這一樣 講到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那麼除了高鐵之外 還有一項非常重大的建設 就是港珠澳大橋 我手指的方向 就是港珠澳大橋起點的部分 它定義為世紀工程 全牆是由55公里 是全球最長的橋碎組合跨海大橋 這個距離相當於是台北投 到桃園尾巴的距離 廢話不多說一起出發 既廣深港高鐵之後 同樣在2019年頒布大灣區定位的前一年 港珠澳大橋接著啟用 穿梭香港 珠海 澳門 讓3D交通時間大大縮短 行車時間從以往的3至4小時 減少到約半個小時 而這樣以大灣區發展為核心 打通交通網路的突破 最直接的影響 就是讓粵港澳3D 交流 工作 生活 居住 都多了更多彈性以及選擇 那個微信少一少都可以 你們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這個 理力啊 身分證 所有的內容都會出來 來到廣州創業已經幾年時間 今年38歲的陳祥來自澳門 而會選擇深入大灣區就業 交通還只是其中一項考量 比如說這個辦公室的話 在澳門是不可能的 澳門是10個人就在這個辦公室 這邊的話是我們整個 800方的辦公室 我們就做大概20個人左右 我們澳門是20個人 擠在這個辦公室 所以說它是兩個概念 這個整個空間是不一樣的 這個裡面的整個的城市規劃 那個所有的這個生活配套的話 那跟澳門是沒有辦法可以去比較 這個肯定是我們現在灣區 比澳門好得多得太多了 空間放大再放大 不只是辦公空間 居住空間也是一大利多 攤開粤港澳大灣區最新數據 即使疫情加上政策有打擊 但是香港房價還是很高 每瓶大約165萬台幣 澳門每瓶則落在105萬 而這房價在大灣區其他地區 是遠遠看不見車尾燈 分析港澳人士深入灣區城市 致產最多的中山以及惠州 兩大移居城市來看 房價僅是澳門的七分之一 更是香港的十二分之一 帶你進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的辦公室 然後其實這個本來我是用來 接待一些朋友的 有人過來我跟他坐一下聊一下天 但是後來你看 現在我就有時候午休的時候 又坐在這裡 睡在這裡 其實香港的話 不管是空間還是成本各方面 其實還是比內地會高很多的 我就先說租金 比如說我現在要 我自己在內地有開餐廳 我可能租一個50平方的 可能就1萬塊2萬塊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但是如果50平在香港的話 可能就去到4、5萬或者更高 我以前從廣州回上 大概車程三個小時 但是如果點對點 我回到家的話 大概要4個半小時吧 4個半小時 因為中間還要我換塵 換塵然後要 後關啊 對對對 要不要麻煩 現在的話 我單是坐高鐵的話 是47分鐘 因為它是地鐵下電回去的話 大概一個多小時不能回到區 旁邊很多 房價 空間 交通 種種利多 成了大灣區發展催化劑 促成港澳更融入大灣區的生活 還有五大範疇 包括了更便利的電子支付系統 以及持有港澳居民 居住證的港澳子女們 就讀政策全面覆蓋 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資格互認部分 也讓港澳旅遊從業員準跨進職業 就業創業部分也放很寬 像是雖然內地與香港法律條例各異 但是香港居民也可以在內地設律師事務所 同時全面擴大敬老優惠待遇範圍 可以免費乘車並且使用醫療券 郭號稱譜寫一國兩制新篇章的灣區計畫 仍難化解中與港澳格格不入的分歧 從文化本體的差異 到北上撈金 戰資源的雜音 恐怕都會成為大灣區開發計畫前進足利 具備性的話 廣州是處於一個灣區的一個中心的位置 也是整個廣東省的一個省會 那在這個交通區位之下 那它汇聚了四面八方的人才 那也包括港澳的 港澳方面 地方都不是很大 對 這個寸土寸金 那相對而言 總體的消費水平也會比較高 那來到廣州這邊都是有比較大的一個 明顯的一個改善 利益雖然多 但是阻礙也不少 根據問卷調查 以香港來說 有超過七成的青年 願意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大陸城市來發展 但是有半數受訪者擔心融入有困難 其中原因包括了社交圈的差異 生活的差異 法律差異 還有收入的差異 早期香港比較富裕 所以對於大陸人是某種程度是比較歧視的 剛好大家最近說的國泰航空的事件都是一樣的 所以香港人 你在香港只是講普通話 可能受到的代見不比你講粵語或者是英語好 所以這種情況早期都在 那另外一個當然反過來這幾年 因為香港經濟在衰退 中國大陸經濟在起來 如果香港人往內陸跑的話 當然在內地的認為我們是來搶飯碗的 或者你來搶我們的 炒我們的房地產的 所以這種隔閡一定確實都會存在了 靠著重大建設 打造便捷 大灣區生活圈 只不過在粵港澳的架構下 恐怕得要克服的距離 不僅僅是交通而已 到大學的教育 也要超前部署 培養玩區人才 再高6公尺的架空平台上 以重數百噸的空中蓮廊銜接 串連起四邊建築 整建構刺激地面的特殊設計 就是廣州南沙 明星港人子弟 學校特色 這個是我們校園的比較中心的一個位置 這兩條這個連廊是山莊宿舍和課室之間的通道 這個連廊同時也是我們圖書館 特點不僅如此 中小學以全英語教學 在中國大陸內地 但採的是全香港學制 為港人子女以及非內地籍的學生提供教育 而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就是學校的一大推手 在這邊是因為看好整個台灣區這邊的發展 對 而且這裡過去香港比較方便 上了高鐵去香港 不停站的話35分鐘 所以非常方便 我們是非營利班校 我們在這個班校團體 一般學團體在香港是拿了特區政府的免稅 我們用的是香港的香港課程 老師 校長有香港的 有大陸的 我們教生的 不教大陸的學生 攤開數據 在中國大陸長期定居的香港人 光是廣東一省就有52萬人 等於是香港7%的人口 吸引人才從教育著手 搭造黃金師資也是辦學關鍵 以明星港人學校來說 目前共有40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老師 大部分來自香港 另外還有美 嘉 英等外籍老師 90%以上擁有碩士學歷 培育未來棟梁 世界排名前50強的香港科技大學 也看準趨勢到廣州南沙開設新校區 我們的理念就是要做高度的交叉融合 所以我們沒有任何一棟建築 叫做工學 理學 商學 沒有 我們就以它的方位跟它的排序 所以這棟樓就叫E1 就東邊的第一棟樓 E2 E3 E4 然後這個目的就是我們不要有 打破傳統教育體系 拆掉大學中院系框架 以數據科學 人工智慧等交叉學科 四大樞紐16個領域研究方向 著力培養國際化高端創新人才 計畫10年內招收大學生還有研究生 人數突破1萬人 校園佔地面積大約1.13平方公里 已經在2022年9月投入使用 未來的不可確定性太強了 所以我們想做哪個方向 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們想到現在全世界的學校 都只要做交叉學科 為什麼交叉學科 因為解決現在世界上最有挑戰的問題 不是單一學科可以解決的 不管是大灣區發展 整個中國發展 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整個學科的規劃 我想來講也是大灣區的需求 也是香港的需求 也是整個中國全世界的需求 來看這事情 培養人才 教育就是根本 以灣區中心為出發點 當地從小學到研究所 教育布局 建區完整 觸角向四周延伸 除了培養人才 也得要留得住 甚至從各方吸引更多人才 臺灣也是目標指引 去年有這個南沙方案 讓我們積極詳定南沙方案 構建成立的這個新創的平台 大陸它整個市場 人口急速大 其實做什麼我覺得 都會有很好的機會 那剛好這幾年 又提出這個 粵港大灣區這個概念 那以及說現在 像是新十條的政策 對於臺灣青年在這裡 不管是實習 就業創業以及生活 都給予了非常多的補貼 以及優惠 來自臺灣的邱小平 今年28歲 在南沙創賞灣 擔任國際青年社區營運經理 吸引人才從政策開始 在大灣區確立之後 就祭出了各式優惠服務 包括舉辦高額補助創業大賽 多項指導培訓 以及基地至少兩年免費入住 稅務也大幅減免 另外資源產業的對接整合 還有十一住行福利 搭建機制化發展新平台 剛好就大灣區啟動的時候 剛好遇到疫情 那疫情大家都把這個 投資的腳步放慢 那當然這個時候 如果說疫情開放以後 可能市場力量發展 就是比較發展了 那大家可能就會加大投資吧 服務業科技產業 可能還在這邊還有例子 那如果比較是低成本的 或者低價值的 可能就是往東南亞以來 只不過祭出力多吸財 這阻力也不少 當全球中國製與非中國製 雙供應鏈成型 早已有許多台商選擇 退出大陸市場南向 以疫情最嚴峻的2021年來說 台商對東南亞的投資金額 高達1620億元 成長幅度衝到了106% 回到一個叫地緣政治 現在中美地緣政治的 就是大家的角力嘛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對台灣一定是有影響的 這不可否認 那第二個就是東南亞市場 因為沒有了地緣政治的 直接干擾 現在在貿易在交流上 是非常的通透跟直白的 這一千萬錢投在東南亞 高成長出生率較高 人口平均水準 人口平均年齡較年輕的市場 會得到更多倍的報酬 東南亞現在跟10年前的大陸 是非常像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被正式確立 只不過本身特殊的國際定位 想衝出國際一流 從西財方針到實際成效 還有不少難關得要克服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架構之下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帶頭引擎 就是香港了 不過香港在歷經了反送中社會運動 還有疫情之後 現在的香港 早已跟以往不太一樣了 儘管說他們的觀光人場 是有逐漸浮現的 但是看到了從香港人口的流失 到金融經濟的弱化 從數字上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截至2022年底 香港人口是僅剩下了733萬 其中勞動力人口是下滑了高達9.4萬人 這一跌就跌到了37年來的新低 進一步攤開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最新排名 香港的排名甚至是已經滑到了第四名 被新加坡正式超車 加入調味大火快炒 美食香味瞬間爆發 幾下功夫之後 一道熱騰騰的加油就完成了 這個是你點的 辣子雞圓骨肥腸請慢用 川菜料理融入港式口味 每一道都是色香味俱全 還有香港接近配著吃 來到香港 這家位在觀光客區尖殺嘴的餐廳 平日中午時間已經坐了8分滿 撐過三年疫情黑暗期 店家終於盼回人潮止不過 以前的話可以坐滿兩個時段 晚上也是差不多可以坐滿兩 到三個時段 對 現在就一個時段滿已經很好 真的被19年協尾運動之前 真的少了很多 那時候的 因為其實在四年五年 真的把我們的經濟 對 相殺走了很多 跟三年前相比 早不見以往的高熱度 而香港本地人越來越少 也是一大關鍵 肉眼看得見的移民潮 正持續在香港擴散中 這個殺菌配方在疫情的時候 就比較受歡迎 但是有一點刺激 從事香氛業已經好多年 累計了數以百計的顧客 想要買產品就得要加入會員 但是現在 大概都有25%的人 就會移民到外國 然後或是他們已經在計劃 在可能下一個月 這已經會走了那種 都有很多 都是因為這個教育 還有政治的環境 都有很多不安定的情況 然後大家信心可能比較低 然後英國也開放了那個BNO的申請 所以大家都覺得還蠻容易的 那除了你的客人 你的朋友也很多嗎 朋友比客人還多 我自己中學同學已經走了三分之一 像是在比賽移民 連最後一面都來不及見的朋友多的是 在香港不管是餐廳 還是採會員制的店家 移民潮對各行各業都有衝擊 香港的人口在近三年不停地往下銳減 移民潮到現在是還看不到盡頭 根據最新的統計 2022年香港的勞動力人口 是下滑了高達9.4萬人 這個數字是將近40年以來的新高 一跌就跌到37年來新低點 算一算2022年香港勞動人口 僅剩下377.6萬人 移民潮也促使了大量中產 以及專業人士帶子女離港 比較2022 23學年入學的幼稚園 小學及中學學生人數 就比2019 20學年度減少了76530人 若是以整體人口來看 根據港府統計數的數據 截至2022年底 香港人口約733萬 也是2016年以來最低 其中65歲以上就佔了總人口 約21% 老人年 扶養比率達到了303 為自1961年 有紀錄以來最高 香港人口危機嚴重惡化 最關鍵的轉折點 是從這裡開始 2019年下半年 香港爆發反送中社會運動 緊接著疫情無縫接軌 連續兩波打擊 讓2023年的香港 早不同以往 人走了 其中又以香港經濟骨幹 金融產業衝擊最深 根據2022年底就業數據 於2021年9月相比 專業與商用服務業 大幅下降了9000人 金融保險業也銳減7600人 另外 進出口貿易與製造業 也都是人口外移的產業重宅群 很多人帶著資金離開了香港 有些雖然留在香港 都會開一些所謂離岸戶口 就是說我們留在香港 消費做生意的情況 越來越少 所以未必會有很多經濟流動 或者是能夠消費的人的能力 是低了 所以變成了很多生意上的往來 或者是各樣的消費 其實都不是太理想的 也是因為人才走了 變成了很多想投資在香港的人 其實都越來越少 當香港金融樞紐地位鬆動 國際最大的受惠國 無疑是臨近的新加坡 攤開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最新排名 香港排名滑到了第四名 失誠正式超越香港 成為亞洲第一金融中心 紐倫港正式成為紐倫坡 力網狂瀾 港府也在2022年底施政報告中 將招攬人才放在前所未有的顯著位置 優惠政策一項又一項 包括降低現有的人才引進制度門檻 同時加碼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 搶人大戰才正要開始 中美之間的對抗越來越激烈 而且短期內看很難有一個明顯的緩和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從歷史的角度來講 其實這樣的一個環境對香港 其實某種程度上講是有利好的 但是它怎麼去把握呢 因為過去的話香港更多的像一個獨立的 那麼它這樣的話兩邊它都可以獲益 它可以相當於一個中轉戰 現在你任何香港任何往一邊靠的話 都會被另外一方認為不太友好 它其實就是一個平衡 香港它所在的這個地理位置 擁有一些天然的優勢 即使說我們說香港和新加坡之間 形成一定的競爭 包括香港和上海之間有一定的競爭 但是香港本身它還是非常獨特的一個存在 而除了新加坡 台灣也是港人移居選項 根據台灣內政部統計 2019年來台居留港人有5858人 2020年就飙到了1813人 2021年人數再爬到11173人 呈現倍增式的成長 只不過離開熟悉的家鄉得要適應的也不少 第一就是說台灣這邊的行政效率 可能畢竟沒有香港的快 那你會剛來到會覺得很不方便 但是其實到台灣住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習慣了 那就是如果我們來到台灣的話 立刻那個薪水就會變低很多 比如說可能少一半 那當然台灣的物價指數也會比較低 但是呢出國還是購買奢侈品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省的去用 去英國的話就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吃的東西有點不習慣 然後還有就是房屋的問題 可能他們的租金就可能比公房子還要貴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不習慣 然後還有一些小孩的問題啊 他們可能會不習慣 人才 資金 產業 環環相扣 當美中角力牽動著國際局勢 在伴隨粵港澳大灣區的推進 2023年的香港 積極在動盪的局勢中求生存 TVB的新聞 陳須毅 陳文岳 在香港的採訪報導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商貿之都 長期就是以這兩個領域 來作為經濟的主要支撐 不過呢 這樣長期下來 也讓經濟結構逐漸失衡 因為如此 香港也從五年前 重啟了輕放已久的科技創新 搭配政策砸下資源 只不過呢 起步得晚 我們從GDP的佔比來看 也看得出來 香港儘管已經全力再衝了 還是呈現墊地 科技結合服裝 零死角模式量身定做 使用效能在升級的外衣 求創新 求突破 主要是想看一下一些運動員 他們在一些動作 這運動的動作之下 他們那些衣服其實合不合身 舒不舒服 因為我們這個系統 可以幫他們量到整個尺寸 然後可以幫他們改善 整個運動衣服的設計 一般人可能無感 但對於專業運動員來說 衣服的材質 風阻 摩擦等等 因素加起來 差個零點幾秒就差很大 走到園區另一個房間 想運動不是會做就好 還要得做得夠標準到位 利用科技偵測系統 搭配人生 讓運動更有趣 這些各式各樣的科研領域 專業人才聚集的地方 就是位在香港科技園 找很多的人 世界上最優秀的研究人員 我們可以跟海外的大學有合作 特別是牛津大學 這個政府對我們的支持是很大的 特別是在這個房頂方面 當然我們以前沒有拿過 這麼大的項目 深入香港科技園 這裡是香港最大的科技研發 以及企業孵化基地 目前已經擁有超過 1100多家的企業 和至少1.7萬位的創科從業者 創立至今已經準備邁入21周年 不過並非一開始就如此活躍 去年我們慶祝我們29年的成立 跟香港違規25周年 國家領導人來到以後 這個風機吹得很厲害 也很旺盛 所以好多國內的企業 半國外的企業 詢問我們怎麼能夠來到香港科學園 疫情之前我們就感受到 但是中間的三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封關 旅遊不方便 一些都影響到我們整個進展 今年我們的入聚率已經90%了 不斷地增加 從資金 人才到資源 港府一直到近幾年 才開始加速投入科技創新領域 儘管早在1999年 就設立50億港元的創新及科技基金 但直到2015年 才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負責制定全面的科創政策 而會有這樣的政策轉變 除了國際趨勢使然 背後更大的推力 是香港經濟結構的逐漸失痕 從為多利亞港望過去 一整排的商業大樓林立 非常的壯觀 而我們知道 香港的兩根經濟支柱呢 分別就是貿易物流 還有金融服務 是佔了GDP個別20%左右 而貿易跟金融 成了驅動整個香港發展 很重要的雙輪 不過就在近幾年大環境變化之下 僅靠這兩輪來驅動 也讓腳步走得越來越不穩 香港開步之初 就是英國人為了打開大陸市場 設立的貿易據點 而在改革開放後 這一個獨特的區位優勢更加凸顯 透過轉口貿易 就讓幾乎沒有製造業的香港 成為全球第六大產品輸出地 至於另一個優勢 金融業 早在80年代 香港聯交所就成立 相較於大陸金融領域發育遲緩 時至今日 金融管制依然嚴格 相較之下 香港資金自由流動 不僅是大量企業上市目的地 還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 離岸業務中心 只不過過去10年 香港經濟增速逐漸緩慢 長期對外部依賴性太強 進一步使產業結構單一化 在缺乏多元性骨幹產業又乏力下 香港選擇超前部署 憑經濟結構的轉型 其實香港的能量這件事情 是很難單一去解釋的 就是我們認為任何一個經濟的好壞 社會發達的好壞 然後或者是文明程度的高低 它其實不能單獨地來看某一個點 其實以香港這麼一個很特殊的社會來講 它跟其他的情況還不太一樣 它對一些腹地的需求 對市場的廣闊度的需求 或者對原材料的供給是非常多的 我們在香港有非常好的高端服務業的支撐 各行各業都有類似的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灣區對香港社會的支撐 其實是方方面面的 香港就像是排頭兵 或者是像一個前線衝鋒的 這麼一個橋頭堡 其實它是需要有各種各樣的糧草 後勤來支撐它 繼續創造新的里程的 作為金融中心貿易之都 長期侵放理工的香港 步上科創的高速路 而這領域長期的增長乏力 早已被其他經濟體 拉出好一大段距離 以疫情前的2019年為例 算一算科創資金投入戰身 生產的總額 中國大陸有2.23% 台灣則達到3.5% 韓國更是有4.64% 而已經在加速發展科創的香港 還是連1%都沒有達到 把握科技創新的黃金棉 培育幼苗的教育單位也跟上腳步 來到世界排名第40名的香港科技大學 從器材實驗室到人才培育 處處可以見到升級的痕跡 它的形狀這個是有講究的 這個會讓聲波在裡面 就是彈彈彈 消耗耗散它的能量 然後它的能量耗散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不會再反射或者折射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要做跟升學相關的實驗 就會在這種盡可能在消聲的環境下進行 為研究噪音科學 學校打造高規格實驗室 耗資上百甚至上千萬 種雜資源不手軟 而這也是在香港生化轉型後 才開始有的明顯變化 向發展科創產業 人才庫的培育不可少 產學合作 漲學金 環境優化 就是要激發出更多未來科創精英 近五六年的力道加碼了 我想應該是說在十多年前 就有這個佈局 但是力道沒有那麼大 但是這四五年來 力道強了很多 那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政府 還有科研界的共識 這個以科技為主的經濟 是香港最重要的一個focus 因為金融這個競爭性很大 那金融香港做得很好 我們還是會繼續進展 但是香港要單獨靠金融 成為一個主要經濟的支撐點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它的相對性會降低 然後它的最一定要發展科創 來找到未來十年香港的亮點 結構逐漸失衡局勢中 香港重新調整步伐 尋找開拓新動能 以轉型為切點 打造國際創科中心 作為戰略突破口 尋找更穩固的經濟地位 對新文陳旭毅陳文岳 在香港的採訪報導 以現在產業趨勢發展來說的話 最具潛力的無疑就是新創科技 還有醫療等等相關產業了 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 也是看準這個樣子的脈絡深化佈局 包括打造了港澳台的創科基地 還有結合科技醫療的匯集區 這邊的話主要是 放置我們的一些抗體試劑 因為我們癌症的話 需要我們用特定的抗體 去進行一個識別 然後的話 我們這個也是我們 屬於我們公司的一個專利 就是我們獨有的一個抗體試劑 它可以更加靈敏 更加特意地去識別到抗體 去防止它的那種假陽性 假陽性率 就是它的準確率會高很多 透過自動化染色技術 加快病人癌症樣本的篩檢作業流程 這家生技創新企業 就坐落在大灣區核心區塊 特別為生物醫藥 及醫療產業打造的 育成平台廣東一股 我們的園區是 按照非常專業的標準 定位也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生物醫藥 醫療器械的一個需求 所以像我們的城高 一樓都在7米上 二樓都在5米上 全園區都是高保障供電 就是不會停電的 其實我們就看好 南沙當時已經是國家政策 給予了很大的一個支持 這種創新的企業 就是讓我們能夠彎道超車 因為我們如果做傳統的生物藥 做傳統的醫療器械 那你是很難實現彎道超車的 那目前我認為 我們還是起到了這個效果 看看目前園區引進醫療企業 已經高達300多家 涵蓋基因編輯 疫苗 免疫治療 高端醫療機械 幹細胞等各領域 放眼整個廣州 新創產業已經在大灣區的推動之下 如春筍般冒出頭 這三個共振頭的話 主要的位置在我們的風質 新書命尾 就是人的最重要的一個 精氣神的一個三大的一個學位 以細胞機能修復為核心 發展各式健康裝置 有全身躺進去的 還有穿貸款 通過的一個頻率編碼 植入到我們的一個芯片裡面 芯片的話 它會發出一個頻率的一個電磁波 跟我們人體上的一個細胞去做共振 通過共振裡面的話 它可以有效的去解決 我們細胞的一個機能 恢復的一個問題 不管哪一種 這些科創產品 不只已經跟醫療院所展開合作 也進一步遍佈到市場 而這選在大灣區發展的企業 其中一位創辦人 就是來自台灣的生物學博士 現在慢性病的話 在中國大陸 它的整個醫保的負擔 我記得是86%的負擔 都是在慢性病人權 實際上這個數字是一直在增加 而且它已經成為一個 很大的一個社會負擔 廣州它其實是一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世界供應鏈中心 它是一個就是國內外雙循環的 一個也是一個中心 它又是一個就是我們 對國際的一個窗口 所以我們來到廣州 就相當於站在這個巨人的肩膀上面 然後呢我們去將我們這個產品 在這個世界的舞台去發佈 那麼給我們創造的這個 不管是品牌啊 還是我們的收入 還是我們的發展的前瞻性啊 都是這個無法想像的 搭上粵港澳大灣區列車 在政策與資源挹注下 企業紛紛搶佔巨人肩膀 廣州市政府更在2023年2月 宣布投資2000億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將近9000億 設立母基金 加速活化地區半導體 再生能源和其他科技產業 他會自動排除塞車的路段嗎 他自己會要路走的 就規避塞車 自動閉車自動轉彎 手完全不用動 車子就能夠自行操作上路 講到科技新創 大灣區廣州成全中國自動駕駛先驅 首家執政上崗自動駕駛出租車地點 各行各業新興產業的大軍進駐 傳媒公司也嗅到傷及 跟大家講一句扎心的話 世界上真正靠繼續發家自負的人非常少 聰明的人都是借錢生錢 懂貸款的人說明他懂得 將固定資產流動起來 把複雜的概念濃縮成簡單幾句話 加上剪輯後製 這時下最流行的短影音 背後可都是有專業團隊在助攻 我們大陸網民已經有11點多個億了 那現在短視頻直播這個新媒體 有9億多 那我們相信流量在哪 機會就在哪 初衷就是想解決他們本身的 企業流量的問題 因為很多傳統企業 在沒有接觸到新媒體的時候 思維或者是運營技術上面 都會面臨很大的困惑 新的企業也是一樣的 像在廣州這座城市 在大灣區本來就佔主導地位 我們不管人文歷史 醫療 然後教育都是領先的 而且主要是還是那天 來到這裡呢 這個城市的創業者很多 Z世代來臨 在網路數位年代 產業也得要與時俱進 瞄準大灣區大餅 除了陸 港 澳 也有不少台商 看準趨勢 紛紛搶進 它已經不需要放水進去 以往你都會覺得面膜 它是要放水 現在你只要帶著過去 過安檢到世界各國 你加水下去 它馬上就會成千零膠狀 就是料體已經是在裡面 大陸現在技術 已經可以做到這樣子了 還真的是一步到位 這研發時間長達五年的 創新天思面膜 就是來自臺灣人之手 現在一天就能夠量產一百萬片 看似驚人的數字 其實以整個大陸市場來說 還只是剛剛起步 我們以往如果台灣 它一天銷量大概是 二十到五十萬片 那假如在大陸這邊的話 一個月的銷量大概是五億片左右 我看到有一本書上面寫 可口可樂的故事 說可口可樂 那時候大陸才八億人口 台灣只有大概一千八百六萬 然後他說台灣一個人 一天喝三瓶 我也覺得沒有辦法有這個數量 所以他轉移到大陸 讓我也覺得這邊人口技術大 可以來這邊發展 達到我未來的期望 身為大灣區 孵化新創的龍頭 廣州市政府也早早超前部署 成立港澳台青年新創聯盟 建成五十四個新創基地 而截至二零二三年初 光在廣州投資的台灣 大大小小企業 就已經超過兩千三百雜 最實際的狀況就是我們會遇到這邊 所謂就一些就學跟就義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跟台灣是比較大不同的地方 貸款的部分當然也跟台灣不同 這邊因為是台灣人比較特殊的身份 那可能就是要透過某一些的方式 才能去透過政府或者是透過組織 透過協會 那來去輔導我們去針對企業貸款這個部分 從孵化到成型 清創到新創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明定 2035年全面建成以創新 為主要支撐經濟體系的國際一流灣區 深化布局從基礎打氣 PVB的新聞 陳旭毅 陳文岳 在大灣區的採訪報導 以上就是直擊粵港澳大灣區特別報導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文岳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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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莊開文 歡迎加入中國經營室 首先来看今天有哪些重点的节目内容 北京胡同里的老餐馆 大陆第一家个体户餐厅见证经济巨变 那不是邓小平说让一部人先富裕起来吗 人就敢卖这第一部 上海人的小美冰淇淋和森永牛奶糖 卖了超过一甲子走向年轻化 我们一直是把大白兔品牌年轻化 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一种任务 守护世界遗产七大奇迹之一 靠骡子挑砖块 最原始方式修长城 55里路世界最长 延宕两年的世纪工程 TVBS第一首直集港珠澳大桥 A点到B点这样 一条桥这样子可能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 但实际上看到其实比较壮观 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室 今天节目的焦点 我们首先要锁定的是2018年 正好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周年 1978年的时候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 他接诸了改革开放的大旗 在1984年的时候也首度去视察深圳特区 实地确认经济特区的政策 时至今日 习近平他也难寻 而中国大陆早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稍后还会有观察报导 不过在40周年的气氛当中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指标 莫过于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了 的确我们曾经多次报导 这座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堪称是大国实力的展现 同时也为大湾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始终也有不少质疑的声浪 好 今天第一则报导 我们就从港珠澳大桥开始 香港九龙八市站在10月24日这一天 特别热闹全为了它 上来大桥之后 其实我们会经过一个海地的隧道 TVBS采访团队跟着首发团 实际跨越这耗时九年 被誉为海上长城的港珠澳大桥 从香港出发 虽然周边还看得到施工区 不过桥面比之又顺畅 第一天几乎都是巴士来回穿梭 接着进入第一座人工岛 我们从专车巴士下来之后 必须还是得扛着自己的行李 接着到香港这一端的旅检大楼 进行出关的作业手续之后 才能真正走上港珠澳大桥 走到出境大厅 规格就像机场般 一整排海关查验通道 加上行李没有过安检 速度加快 实测只花不到一分钟就通关 另一头有设置巴士售票机台 方便旅客 但就怕刚开通兵荒马乱 十多位服务人员随时在旁边帮忙 出关搭巴士继续向前 重头戏登场 原本高架桥向刘滑梯下坡 进入这场6.7公里的海底隧道 因为这一区每天有多达4000艘船只经过 隧道能方便通行 出隧道口后就进入主桥梁 我们现在就在港珠澳大桥上面 可以看到这个桥面其实蛮笔直的 而且标示很清楚比方说最右侧两道 它是走珠海的方向 左边则是往澳门的方向 那接着一直执行的话 马上就会到达珠海的人工岛 汇集桥岛隧道一体全长55公里 连接香港澳门广东珠海 从原本三个半小时以上车程 缩短到45分钟 不过第一天司机还不熟路况 哎呀迷路了 这是逼不得已逆向啦 先跟对象车辆说不好意思 幸好车速慢 不过绕了快10分钟 就是找不到入境车道 车上导游急得讨救兵 救星来了直接上车指引 虽然事前司机都有模拟教学 但香港右驾珠海左驾 多少还是影响司机判断 这边迷路啊 对啊 这边绕不到出境大 停入境大 也有人要去澳门 却走到珠海这一头 海关人员也身兼导引员 虽说45分钟能到达 但实际上上车下车通关 找路大概得花一小时半 但比起过去已经省事很多 每一天开过来 这个乐园的车班车不多 才冷上班 包车他们也觉得 这个走三个多小时太长了 他们领和坐船 现在过来航行才一个半小时 像是珠海这边的大型海洋公园 就是最先享受到 港珠澳大桥开通的便利 直接跟跨境巴士合作推直达车 车票门票一起入园又优惠 希望透过大桥拉拢3D人气 主要的客人大概有 台湾的90%左右 大部分也是在内地那边 那现在开通了以后 我们对于香港的国际机场 可以带来的一个国外的游客 台湾飞澳门一个礼拜只有18班 那飞香港一个礼拜有85班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你会更灵活 可以送各多的客人来了 通车前一天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兼并兼参加仪式 毕竟是中国大陆备受期待的世纪工程 流程细节特别保密 正常来说你都要写证件有效日期是什么时候 可是它上面既然只用 擦月擦擦日代替 也就是在这之前 没有人能够知道说 这个仪式什么时候开通 这张证件什么时候才能使用 港媒报导 因为临时公布开通日 大桥跨境巴士原本设定每天400班次 初期车辆调度 班距不会这么密集 车辆通行费高达680块台币 港媒分析 车流量恐怕不乐观 倒是不少行业还是期待大桥影响力 除了港澳两特区 大桥将周边9个城市连接一起 形成粤港澳大湾区 各自有不同优点 江门是汽机车产业 东莞有制造业 通过直通桥降低时间成本 逆拼国际级大湾区 港珠澳大桥在众所期盼下 正式开通 TVB新闻 李环红 陈云山广东香港采访报导 大陆的40年来的变化 房市反映得很真切 自1998年以来 大陆的房地产市场是快速增长 却让房价高涨 吹大了投机炒作的泡沫 所以19大报告已经重新定位 那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作的 降温这两次 现在已经成为了大陆楼市发展的关键词了 好 包括了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 新城屋的价格从8月份 还有0.3%的增长 到了9月已经转成负数 也就是负0.1%了 业内专家也研判 这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的上半年 恐怕这市场上依旧有下行的压力 这里是北京燕郊 楼盘买卖最集中的街道 当地人称作销售一条街 但是没有热络的看房人潮和车潮 中介业务员站在门口清闲的花手机 肯定是比之前要掉价了 这是事实 因为你像当时燕郊最高价达到4万 然后平均价的话是在3万左右 现在燕郊平均价是在2万2 然后最高价基本上能达到2万8左右 每平方公尺跌了1万2人民币 等于每平少了16万台币 连带的中国房价也跟着下滑 去年4月和今年4月相差了8000块人民币 跌幅23% 我觉得要春节前后 如果还是不出现那种 就是买房热潮什么的 我估计可能明年就差不多了 就应该降的几率更高了 所以就出手的几率也高了 房产投资者老神在在 相等到房价探底的那一天 限购 限贷 限价 限售 北京是全大陆最早出手打房的城市 去年3月17号率先开出第一枪 一个月内连环抛出12项规定 而且是政策一公布 即可生效 没有一秒钟的过渡期 连续打出30招限制令之后 有开发商干脆就先不卖了 等个好时机再开盘 房地产开发商 现在确实有的在5盘不受 就是我现在在等着 我不降价 但是我等着我现在不卖 你想让我降价买吗 没门 跟政策比看谁的命长 一年半后再踏进楼盘销售大厅 开盘一个礼拜天天都办 优惠活动 如果说您这边 今天当天订房 当天订房也会 今天之内 把您40年那边的话 这边赚给您一个礼 就是再打一个折扣折 对 给折扣送装潢 这家地产商摆出一台宝马车 给购房者抽奖 用尽手段急着去库存 降温两个字成了九月份 倒入楼市的关键词 四个一线城市的新城乌价格 八月份还有0.3%的增长幅度 九月份开始出现复数 中股乌除了广州房价还在涨 深圳已经持平 北京上海微幅下跌了0.2% 31个二线城市新城乌价格上涨1.1% 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 全国大房奏效 这股降温潮专家研判还会持续 现在目前这种市场已经是见顶了 四季度以及到明年的这个三百年 可能还会有一个市场下行的这种趋势 这家开在北京的知名地产商 内部发出通知 从十月份开始 所有岗位的薪酬和福利待遇 全面下调50% 去年进入寒冬的大陆房地产市场 恐怕明年依旧盼不到暖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军事训练 医疗模拟重建犯罪现场VR的运用 越来越广泛预估中国大陆市场规模 2020年超过4000亿台币 另外大陆26个省市都靠人脸辨识技术来办案 马上回来追踪最新趋势 最近在江西的南昌有一场 第一届世界VR产业大会 那么吸引了有包括全球158家AR VR领域的 龙头厂商齐聚一堂 展现虚拟实境的最新技术跟发展 那么过去大多都聚焦在娱乐 不过现在已经可以扩及到很多的行业了 可以运用在军事训练 医疗手术的模拟 甚至帮助警方重建犯罪现场等等 光是中国大陆的VR市场规模 预估到2020年就可以超过4000亿台币 很清晰很真实 它是一个过山车的那种感觉 就真的像过山车一样 那个失重感特别强 VR不是新名词 虚拟现实的魅力体验过的才知道 要往街址上面去 好 刚刚体验结束了 我应该是我那台车里面叫最大声的一个人 虽然知道说好像是在原地里头 这样子随着机器上上下下的左右摇摆 但是因为加上了这个VR的眼镜 是真的很像实际在坐云霄飞车的感觉一样 VR现在最广泛出现在游戏上 但它的技术不只能运用在游戏 像我现在戴上头盔 就可以体验特战小队的空降演续 而这个技术也实际运用在军事训练上 像游戏不只是游戏 从射击到跳伞 把VR导入军事训练上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如果2025年全球使用VR或AR的防御市场规模 达到537亿台币 能做的还不止这样 在我正前方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动脉瘤在这里 那我们假设医生在看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观察这个动脉瘤 从不同的角度 甚至它可以去量测它整个动脉瘤这个大小 变脑幻层变3D模型 医师在手术前不再只靠想象练习 而是能够直接模拟降低手术风险 这套虚拟现实手术模拟教学 在美国部分医院已经开始使用 我们也看到的是说 它确实在逐渐成熟 那然后呢 其实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 因为我们是在直接在第一线 接触很多各方面的应用 我举例好了 像天文其实是很困难的 就是说你要怎么跟学生解释 这个日月时它有很多不同的三维关系 场景在切换 靠虚拟现实加深体验感 把VR运用在教育上 从2016的VR元年到现在 两年来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这位女生逼到了桌角的这个位置上 这是今年3月的真实案例 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透过VR重建凶案现场 辅助证人的言语陈述 不同于大众消费 行业对VR的应用是刚性需求 包括VR界的领军者HTC 一共158家企业 在江西举办的世界VR产业大会中 秀出最新科技 只有和互联网 大数据 银技善 结合 VR才能从一个玩具 真正变成解决我们实际问题的核心技术 特别是对应用VR技术的改变教育 改变医疗 技能对于说说 整个VR的未来 其实上有相当的帮助 它的主要的特点其实在于说 非常大的平宽 解决我们平宽的问题 同时呢 非常快的反应速度 让我们在这上面呢 做各种事情足够可以达成 ER和VR改变了我们和科技的交互模式 像是2017年的新北夜旦欢乐城 就用科技带给游客新体验 除了娱乐应用 更多潜力 在企业上 在我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我出现的是一个工厂的流水线 当我调动不同菜单的时候呢 它出来的画面 这个工厂的这个细节的这个车间就不一样 这是混合现实技术开发的透明工厂 靠手势就能切换汽车制造厂的工作区 买车看车 同一个款式也能换颜色看细节 多种应用场景 或者带动创业 也让商机保增 VR已经逐步成熟了 也会要尽快进入 这个在不同行业的使用 然后继续在发展 所以我觉得从一个 不管是专家的角度 还是一个国家领导的角度 他们都满看上和相信这个技术 VR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规模 从2016年的303亿台币 预估到2020年达到4106亿 产业要创大 必须要有企业和创业者的加入 当然少不了民众的接受度 很早就听说了VR大会 然后觉得很多新的科技 然后很想看 就可以很真实地体验到那种 就现实当中体验不到的那种感觉 三天的大会 应用展览就吸引超过16万人 在游戏之外 VR时代才正要开始 TVB的新闻 学生房亭 江西采访报导 而AI人工智慧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 特别是人脸辨识的部分 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已经跟百度合作 未来不再需要登机证 靠一张脸就够了 至于武汉火车站 则是全大陆第一个 是用刷脸进站的火车站 还有现在付款刷手机 但以后刷脸就可以了 在百家争鸣的情况之下 以人脸辨识起家 目前市值超过25亿美元的矿石科技 背后拥有包括了韩国SK集团 还有蚂蚁金服 红海等富爸爸 在站稳了大陆市场之后 矿石今年也进军台湾 要进而放眼亚太市场 通气饭刚走进地铁站 立刻被人脸辨识系统比对出来 三分钟内落网 这虽然是宣传短片 但看似科幻电影的执法手段 在大陆其实已经真实存在 不只会看人脸 经过长时间学习大量资料 大陆这家矿石科技的 AI人工智慧电脑 还能够在人群车潮中 迅速标示出每辆车的颜色 型号以及每个人的性别 身高穿着等数据 业者说他们的技术 已经被大陆26个省市的 执法机关采用 尤其是敏感地区的 维安监控 矿石独创的一个技术亮点 是说我们的识别 部分的少数民族 比如说维族 识别进入度还是相当高的 相对于欧美国家 对于隐私权的种种限制 丰富的全民大数据 成为大陆研发人工智慧的大力多 而社会治理跟安全防控 就成为推动研发的最大客户 对执法单位而言 不只要找出可疑人物 还要能够持续追踪它的动向 接个WiFi探针 电子围览技术 可以将重点区域内的人脸信息 与手机号码进行匹配融合 形成多维信息感知网络 实时分析 重点不控人员的行为轨迹 在不同监控的区域 通过跨摄像图的追踪技术 可以把一个人的行为轨迹 关联起来形成 画一个轨迹路线 问题是电脑到底要怎么区分人脸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直接造访矿式科技 为在北京的总部 不用询问不必看证件 只要拍张照确认为访客 公司大门看到我们就会自动开启 走在工作区首先注意到的 是墙上各式各样的保密标语 不难想象产业竞争之激烈 再来就是工程师桌上 一颗颗看到会让人吓一跳的头了 首先这个东西也是高科技的 它是3D scan以后3D print的出来 如果没有进行图片防伪 比如说我们叫活地检测的话 那么其实它是可以用来解锁 本身这个志愿者他的手机的 答案揭晓 这些人头还有箱子里各式各样的面具 都是要拿来攻破手机人脸辨识开机的武器 大陆小米Vivo等四家手机大厂 用的都是他们的系统 AI技术近一年多来 在大陆快速地被运用在维安 金融支付 社区门禁等领域 2016年市场规模才17亿人民币 到今年底就上看百亿 还有智库预测 10年内大陆AI将会达到 千亿人民币的市场规模 你看一下这是京东的试衣镜 不是腮红太常略了吧 先清除妆容 先清红 除了试装 衣服 眼镜也都可以在这面模镜前面完成挑选 值得一提的是 这样的服务必须要先把所有新款服饰 做成逼真的3D虚拟模型 而帮京东完成这项任务的团队 就位在台北的大直 这衣服就是出来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模型 我们称Mesh 拿着贴上这个Tecture 这牛仔裤的模型就出来了 所以这整个过程大概花 大概10分到15分钟 就可以建出衣服模型 用魔镜挑好衣服 刷脸付钱 上班不用打卡 因为有人脸辨识 公司完全知道你几点上班 几点下班 甚至上班的时候 在哪个区域待得最久 尽管人脸辨识多年来 一直有侵犯隐私的争议 但至少在大陆 你以为的未来 其实已经到来 TV新闻与兴兰庄志伟 北京湖北采访报道 有最新潮流的冲击 却也有屹立不遥的怀旧 稍后看卖了一夹紫的 上海牛奶糖跟冰砖 如何传承创新 以及修复长城是历代大工城 到现在还是得靠人力跟裸子 无人机能不能够帮大忙呢 马上回来 大陆老字号品牌急速的衰退 在1950年代的时候 有16000家 不过到如今只剩下1000多家 其中7成只能够维持现状 两成是亏损的哦 只剩下一成业绩有所增长 为了博新出路 所以现在这些老字号大玩跨界 比如说大陆知名的 花露水品牌六神 跟鸡尾酒厂商一起推出 花露水口味的鸡尾酒 就连北京老字号的 高饼店道香村 也推出小字号也就是副牌 要改走时尚路线 五颜六色花样精致的糕点 有巧克力抹茶 甚至是蓝莓等新口味 这是北京老字号高饼店 道香村 推出的小字号 也就是所谓的副牌 比老色的要贵一点 但是好像更精致一点 有百年历史 北京道香村手艺撑腰 但道香村的小字号 道田日记 不仅口味上创新 店面和老店也走不同风格 老店挂上牌匾 古色古香 新店开在购物商场里 外观倒向时间 咖啡厅 产品上更多的是迎合 现在的更年轻的 这样这些消费群体 他们所需求的产品 是比较精致 然后爽口 老字号 它肯定有老字号的 是吧 好处啊 好吃啊 产品做得好啊 想进去不出来 肯定要 也是要不断的创新的 对吧 符合各个层次的人的需求 在不流失老顾客的前提下 推出小字号 吸引年轻族群 或许就是让北京道香村 历久不衰的关键 因为大陆其他老字号 可没那么好运 1950年 大陆老字号企业 约有1.6万家 时至今日 仅剩下1128家 九成老字号 成了顾客回忆 而剩下来的 七成发展迟滞 两成长期亏损 仅有10% 业绩成长 有很大一部分的企业 虽然注重记忆的传承 但是不能及时创新供应 因而导致呢 与现在的工业化脱轨 变成了小说房式的家庭企业 大陆的老字号企业 大幅衰退 要在新时代搏出路 除了推出小字号 现在更多的是 玩跨界合作 像是大陆知名花路水品牌六神 就和鸡尾酒厂商 联手推出花路水口味鸡尾酒 嗯 这味道 人每喝一口 鼻子都能闻到花路水味道 就好像喝花路水一样 真的好奇怪 花路水口味鸡尾酒 喝起来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 但却成功制造话题 大陆一票网红 拍影片开箱 甚至起街头民众试喝 效果十足 六神花路水风味鸡尾酒 但是还挺好喝的 有点不好的味道 大陆老字号想跟着时代走 抓住年轻族群消费者 从创新跨界下手 延续品牌生命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老字号力求创新跨界 就是希望延续品牌的生命力 反映到大陆社会也是如此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点出来了 2018年正好是大陆改革开放 40周年 我们从数字上来看 40年来经济规模扩大了225倍 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比例 也从1.8% 提高到2017年的15% 人均GDP则是从155美元 跃升到8天800美元 曾记者陈香儒跟陈志宇 走访北京翠花胡同里 全大陆第一家个体户餐厅 还有北京第一家的超市 我们来看看 是否真的能够四十不惑 40年可以改变多少事 改变多少人 40年来 滑手机取代了麻将时间 机器人炒饭取代了厨房师傅 短视频直播取代了传统电视 40年的每一个小改变 如果乘以14亿人 就成了一个大巨变 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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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出租了 你看这人都不认识了 一个都不认识了 我就住这个位置 我就住这个位置 不一样了 原来这没有二楼 现在他自己弄的二楼 徐晓凤 63岁 浓厚的儿化音 一听就知道是到底北京人 这里是他40年前 结婚时居住的四合院 我那孩子都是在这个院生的 这个门真的是有历史的 这个门 你看满目苍苍了 现在这漆什么的全掉了 变化太大了 原来的老街坊一户都没了 全是新租房子的了 但是你家的 玉德胡同时居住他 还留着 从这儿到紫禁城 不过五公里 皇城的市中心 这般精华地段的四合院 现在可是要上亿台币呢 里头的人 等待拆迁后 政府分钱分房 小小一方地 住着好几户人家 这来这来 那不是后边的 我四个小了 四个孩子 家的老夫妻 六个人住这一间 就打一个窗 这么打这么的 怎么这么睡觉 虽然都是水泥重修 但外头还有部分 是黄土泥巴黏河的老砖 过去的房啊 它没有大砖 那时候我没有这样的烧制技术 过去老北京人称 这叫打狗砖 你看那些小葫芦 那边的丝瓜 四合院挺惬意的 楼房你找不着这样的景了 门口的小巷子 正进行管线地下化工程 但会绕过几株老槐树 这树可是有户口的 真正的落地生根 瞧人家有QR Code呢 树林210年 清朝的古槐树 能不让着他们吗 正当徐晓峰感叹 四十年前的老房子还在 但景物依旧 人事已全非时 倒是想到有间店 至今没改变 妹妹还有位子吗 去我们家那一边吧 这妹妹有位子吗 不会的 来粉丝鱼丸 去那边吧 那边有人了 干烧吧 干烧还是特色 招牌厂里边的 北京东城区 一间只有11张桌子的小店 门口几个大字 大陆第一家个体户饭馆 赋予了他 独一无二的历史身份 那不是邓小平说 让一部人先富裕起来吗 人就敢卖这第一部 那个时候的人呢 还在温饱县上挣扎呢 是不是 我这餐我能吃饱就行 都没想能吃好 1980年 想在北京吃顿饭 比邓天还难 餐厅都是国营的 一桌菜等于一名工人 一个月的收入 即使稍微富裕的家庭 没事也不会随便上馆子 因为吃不起 餐厅刘老板为了养活五个孩子 决定出卖自己手艺 去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 死缠烂打一个月 制造材下来 等一下 我给你放个大桌吧 菜太多了 能放下吗 一盘蒜泥猪腿肉 一盘糖醋排骨 一盘火爆腰花 一盘面筋爬白菜 这些可都是北京的老味道 只是现在家里做的少了 要吃得到餐厅 你要先煮 煮到七八成熟的时候 用刀再把这个贴下来 贴下来再降 又耗食又费劲 去老北京的做法 就是豆腐熬白菜 但是呢 它改成面筋 就已经分别 有它的香味 墙壁上常常看三个大字 是当时大陆教育部长写的 1980年发的第一张 个体部营业执照 还摆在墙上 当年各国使馆的人都来尝线 生意好到要排两个月 大陆第一家个体户饭馆 保留传统用餐环境 北京建一家超市五福 1995年江泽民时代开业 那时举世矚目的三峡大坝工程 刚刚开工 23年后的今天 五福从传统超市 转型升级为智慧型大卖场 这也是自助洗衣 自助刷鞋洗鞋 是吧 它可以扫码把东西放在里边 过几天有微信通知 就可以到这边拿 洗好的衣服到学校了 如同台湾的全联 属于社区型超市 700平的面积 一万多种商品 要腾给其他商家 没空间 不腾出来 功能就减弱了 现在连便利店都是复合型 大卖场 则能只是卖场 于是各式各样的自动贩卖机 解决了这一切 来到超商想喝饮料 机器做给你喝 我想喝巧克力牛奶 扫码 扫码支付 好的 你就可以看到 11块8人民币 确认支付 确认付款 我刚算了一下 大约一分钟就制作完成了 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香浓的巧克力牛奶 那么如果我不想要喝这个 我想要喝鲜果汁的话 机器同样可以帮你做 首先我选微信支付 然后一杯确定 接着呢扫码 站在扫码当中 15块人民币一杯 确认付款 40秒钟我的流程汁好了 而且我现在摸起来是冰的 打开来看一下 可能因为怕会洒了 所以它就只有八分满 但重点是它是百分之百的流程汁 不加一滴水 除此之外 里头还有宝特瓶回收机 回收的钱你可以选择做工艺 或不准累积换商品 就连手机回收机都有 选择自己手机型号 容量多大 哪家电信公司 颜色和外观是否损伤 不止出来了 1765元人民币 相当于8000块台币 输入电话号码后 确认并继续回收 好我可以得到了一张QR-Code 然后接下来的话 哦它有一个信封袋跑出来了 这个信封袋里面呢 是还有含保护膜的 把手机放进去 然后把封条给撕了 封起来 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个QR-Code 贴到了它这个上面来 这QR-Code就能够辨识 这是我的手机 我要卖的 钱是多少 把手机投入机器内 五天内对方检验机身 和软体无误后 钱就会到账 40年前是穷则思辨 40年后是辨则通通则就 当年历经文化大革命的 徐晓凤 看过满目创仪 百废待新的中国 如今不过直到不惑之年 却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太大了 人家毛主席诗词 原来不是说日新月异吗 现在真的对上了 原来毛主席说 赶上九天揽月 火箭上去了 赶下五阳桌边 潜水艇下去了 都实践了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曾说 思想就是推动 自己和全人类生活的力量 思想的解放 让大陆持续 跨大步 迈向未来 TTVL新闻 陈志宇 陈向如 北京报道 这40年来 大陆的经济 历经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不过有些经典 老味道却还是不变的 比如说 大白兔奶糖 除了是上海的代表之外 更是大陆的国民奶糖 它承载了很多人 童年的回忆 一脉就是60年 还行销到海外 40个国家地区 另外呢 你以为这个是象牙灶吗 其实它是光明冰砖 也就是大陆版的 小美冰淇淋啦 为什么它们能够 屹立不摇呢 黄河廷跟薛孝安 来告诉我们 大白兔奶糖 对于60 70 甚至是80后的上海人来说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记忆和故事 特别是在早期 物质匮乏的时代 奶糖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除了维持不变 来巩固老顾客 这个老字号品牌 也不断地创新 来吸引年轻一代的消费者 从弄堂街巷 到挑战天际线的摩天楼 一座城市 一个国家的改变 它们用味道记忆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呀 过年的时候 过节的时候 就会买这些东西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种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它有两个味道 你可以挑一下 红的好白的 商标是跳药的白兔 1959年开始发售的大白兔奶糖 最早只有原味 从计划经济走到改革开放 奶糖承载了大陆民众的童年回忆 更是上海货的代名词 十里洋场的上海全球零售商 集参度达55.3%全球排名第二 它追得起时尚也守得住老字号品牌 像是一卖六十年的大白兔奶糖 现在年销售额十亿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四十五亿 给 你小孩吃吧 不是小孩就不能吃糖了 属于童年记忆一部分的大白兔奶糖 在不少电影里出现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 能拿出大白兔奶糖 是多有面子的事 小时候我们就是经常就是挑着吃 而且这个糖不会是拿到手去回车 然后我们要尝一段时间 因为不是经常吃到的 看到以后要尝在口袋里 要放到它的化掉以后才可以吃 那个很难得 奶糖的成分包含奶粉 明胶 炼乳 在物质匮乏年代 喝牛奶是很奢侈的事情 有人灵机一动 说几粒大白兔可以变成牛奶 广告词让奶糖大红大紫 初期仰赖人工制作 产量也不多 但随着改革开放 打开了市场 解放了生产力 工厂升级到半自动化 然后大家在这里把它冷下来 冷到我们的市场的温度 熬煮好的奶糖得细心对待 人工翻面吹变善降温 油点硬度以后才能放到产线上 顺着机器转动变成长块 踏进工厂的生产区就会闻到浓浓的奶香味 对很多大陆民众来说 大白兔奶糖象征的是童年的记忆 而从1959年开始奶糖的规格不变 它的长度大约是三公分厚度是一公分 每年从9月份开始就会进入到产线最忙碌的时候 9月到春节前是旺季 平均一天生产100吨奶糖 产量是计划经济时的上百倍 大白兔出口到40个国家地区 每年有10%的成长 上了年纪的大白兔守住了记忆中的味道 但要面对市场上这么多的新玩意儿 要怎么让消费者继续买单 近几年其实大白兔在包装的形式上 不断地去探索跟创新 大白兔它本身就是一颗原住性的糖果 然后是纽结的包装 首先从包装下手改变 把朴素的奶糖转型时尚伴手里 糖果形状的铅笔盒 2016年还和法国品牌期间限定 这都让大白兔看起来越来越年轻 加上创意 谁说奶糖只能用吃的 他跨界合作买护唇膏 9月20号首批推出了920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应该说是半秒就被售完了 销售一空 还是那个熟悉包装 甚至还有熟悉的奶香味 但大白兔变成护唇膏 情感连结带动买气 我们一直是把这个大白兔 它的这个品牌年轻化 作为一个就是说长期的战略性的一个任务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目标都是指向就是让这个品牌能够年轻化 比大白兔又资深一些 同样一直超过60年 蓝色纸盒里的雪白冰砖也是上海人的回忆 小时候我们考试考得好的话就从那个冷饮站买一块回来 然后切成好几块大家分着 有一个品牌明扬上海令人难忘 人民币三块折合台币不到14元 1950年推出的光明冰砖是大陆第一个冷饮品牌 前大陆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曾经是一名食品厂的厂长 提议取名光明牌予以解放了天亮了 对生活在560年代的人眼里 冰砖如其名带来光明的希望 但有浓浓奶香味的冰砖连续几十年蝉联市占第一 最高达到80% 但现在竞争这么多 要有本钱在市场上PK 不能只卖怀旧 传统冰砖也要变年轻 冰砖变雪糕 配料上的调整让口感又更好一些 卖味道也卖萌 生产光明冰砖的一名食品一场 2018年推出了熊小白系列 从市场上区分 8块人民币的售价 走的是中高端的冰淇淋市场 目标客户80 90后 原来吃着我们的老产品长大的人 他们年龄也大了 新的消费群体也出来了 要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三个月的试卖销售100万只 推口味也玩IP 熊小白的衍生品 有手机壳马克杯 毕竟吃冰奖季节有淡忘记 但渗透到日常生活 就能无处不在 都是在围绕品牌文化 具体上去发想的 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觉得 它会丢掉你的品牌本身 你可能走到后来就走偏了 丢了自己的品牌灵魂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 一定要是坚守的东西 承载了记忆 也传承了一座城市的文化 老四号之所以能走得长 走得久 走过中国大陆的发展巨变 不光只是怀旧情感 而是守住经典 又懂得创新求变 TVB的新闻 薛强的黄阿婷 上海采访报道 说到经典不到长城非好汉 没错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开始修建的万里长城 真的是万里 因为总长度超过两万公里 横跨了15个省份 名列世界文化遗产 但修缮却是一大难题 尤其明代万里长城 最惊险的路段之一建扣长城 这个海拔有1100公尺 年久失修 必须靠着人工跟裸子 才能够展开修复的工作 现代科技能不能够帮忙呢 有 无人机 透过AI技术来评估 整个长城破坏的情形 所以展开相关作业 那么但是有关于人工的部分 依旧是艰辛万分 建扣长城 盘踞在北京郊区 怀柔区 距离市区两小时车程 海拔1141公尺 从建扣往东走 就是牧田玉长城 往西走就是大真玉长城 险峰断癌地势陡峭 但自然风化和人为损害严重 爬长城容易 遇见修长城大对难 王晓峰河北人 站在建扣的城朵处 努力把一坨白灰抹上墙 水泥容易风化 古代人用白灰加水 不易风化 防古嘛 古人怎么建呢 咱们还得防古人的建筑材料去做 要不体验出来历史文物的建筑 这头同样来自河北的刘毅 正把完整的砖头用榔头敲掉边角进行仿旧处理 这是大陆常见的修旧如旧 北京过工的文物修复师也需要达到这样的要求 修长城的工程用砖是从特定砖厂定制而成的 再用传统方式烧制 尺寸必须和原有的长城砖一样 每一块都确定符合古建筑标准 每年4月到10月是修长城的旺季 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气候比较好 他们从三角下拉来一条水管上来 是要缴获白灰的 那过了11月份的时候水就会冻住 因为气候开始变冷了 说之外一百多名的工人 他们会在底楼里头吃饭跟休息 走进底楼里工人们正在烧水煮面 另一头的大蒸笼正冒着热腾腾的白烟 个儿胖乎乎的酸白菜包正躺在里头做蒸汽浴 海拔1100公尺 北风一吹天寒地冻 工人用白色塑胶布把风口挡住 就在这狭窄的地楼内买锅造饭 眼前见到的面条包子锅碗瓢盆 全都有工人每天从山下背上来 师傅你拿着什么从小洞楼上 从居住的宿舍到施工地点需要徒步2公里 光爬山就需要40分钟 为了节省体力和时间 大家都选择把午餐背上山 咱们不用留连打工就留了 可是辛苦在修长城 很多地方都是属于像这样子年久失修的 所以爬上来的时候呢要非常的小心 刚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已经有100多名的工人了 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在修这个野长城 也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面没有人 平常的时候来爬长城怎么可能没有人 后面一定满满的都是人 尤其你去巴达岭的时候 但是来野长城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都没人 只有我 正因为如此 施工大队还采用了 骡子工程运输队 每天每头骡子 驮4到5趟 每趟120公斤的重量 为什么用骡 工人说因为马比较不听话 驴又不够力 罗耐超又耐重 刚刚好 距今2500年历史的万里长城 修复和维护工程繁重 大陆曾引入无人机的AI技术 捕捉大范围影像计算破损面积 但真正修缮还是得靠人工 只为守护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文化遗产 TVB新闻 陈志宇 陈向如 北京报道 谢谢您加入中国经营室 我日转开文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